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鱼豆 在上期的视频中 鱼豆完成了任务 并且制作了触物箱 接下来鱼豆就要去完成 熔炼金铁钉的任务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下框了 巡龙分机 看山山 一重禅室 一重关 等着这些花雷胡哨 你能找着扩弄吗你 啊 师傅 你忘了这句话 是你教我的了吗 徒儿说的好 切 就这儿了 一看着就是一个风水宝地 地面上就有两块碳 所以据我推测 这下面是必定有框 哇 我们这么快 就直接挖到了矿洞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是哪个宝贝 把欧气传给了鱼豆姐姐呀 啊哈哈 直接就看到这里有铁矿 哎 但是怎么挖不了呢 哎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好像没有石稿 啊啊啊啊啊 看来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工作台了 然后挖点石头 做一个石稿子 哎呀 想当初刚拜师的时候 鱼豆姐姐还分不清 哪个是铁 哪个是煤 被师傅那是好一顿骗呀 宝宝宝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呀呀呀 想想那真是一把心酸了呀 这个大猪蹄子 哎 这绿色的墙是 哦 地牢 哈哈 赶紧挖开 第一次下跨就碰到了地牢 这真是太幸运了吧 哎哎哎 爆爆蛋 哎呀呀呀呀快跑快跑呀 哎呀妈呀 还不止一个呢 哎呀 我这不是掉到蛋窝里来了吗 怎么办呀 哎 它爆炸了 哎呀吓死我了 哎 但是灯口好像被炸开了 哇 爆香啊 赶紧拿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天呀 就这么就被炸死了 哎 复活一下吧 还好我还有一颗星星 这下我的背包是满满蹬蹬了 我真是太优秀了 哈哈 让我们整理性能 继续挖矿 收集物资 总有一天 鱼斗自己的生存也会变得非常富有的啦 下期预告 在下期我们能看到鱼斗姐姐居然第一次下狂 就碰到了罕见的双地牢 嘿嘿 会得到什么不一样的宝贝呢 一起期待吧 萌新生存历险记 喜欢的小伙伴们要记得爱我三连呀 关注评论 转发发 爱你们我的